哈喽,今天是元宵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今天呢,咱们应用节气做一款元宵节的款式 然后咱们乳白色,打了两遍底,分别去照灯 然后小拇指呢,用晕染胶做了一个晕染 这个颜色呢,是三色小套系里边的高贵红 然后再用珠光水彩泼了一个墨 等它干以后,上加固胶 然后无名指画了一个小灯笼 咱们先把上下它的大小定好 然后呢,咱们给它画出弧度 注意灯笼最后的圆度要特别的圆 然后画出这种小辅助的东西 最后给它上色 中间上的是红色 其实你们也可以先把灯笼的色块钉出来 然后再勾黑色的纹路 现在涂的是镜面胶 然后呢,咱们给它用珠光的水彩画出碎碎 再给它泼一下墨,上加固 中指画的是烟花 因为我烟花总是画不圆 所以说我中间给它先画了一个小圈 固定它一下 让它都照着这个小圆圈走 这是一个笨方法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给它穿插着 画出樱花绽放的感觉 用的是极白的彩绘胶 我把极黑极白的彩绘胶 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吧 然后全国包优的 你们可以去看看 像这个水彩呢,是珠光的 小店里面都有 你们喜欢的画去看啊 珠光水彩画好以后呢 咱们给它再给它加 叠加一层颜色 用到的是镜面金 镜面银白色啊 食指的话同样 也是用晕染胶做的晕染 然后画的小牛 用到的是薄金刚啊 金色 小牛的耳朵不用太大 牛角也不用太大啊 然后呢,就给它画用肉桂粉吧 不是,这是那个,这叫啥色啊 最后用粉色勾住嘴巴 再画出小鼻子 学会了吗 我是优下 爱美甲超过爱男人 双镜哦,猫娜